學員們專注分工合作進行白米包裝 準備放在實體門市銷售 這是關心園愛信庇護工廠 以栽種無毒稻米蔬菜及水果為主 提供身心障礙朋友一個學習及友善之場環境 因為庇護工廠在早期做農產品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少人知道的 那因為我們這些產品還是需要各界的能力來做個採購 才買讓這些身心障礙者的員工可以讓他們改善他們的家庭經濟生活 所以我們關心園才決定說再設立一個實體的門市 讓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說 我們門市的確是有販賣這些商品 那也希望各位的大家可以透過購買商品的模式來去支持他們 關心園愛信庇護工廠長期照顧身心障礙學員一起學習 幫助融入社會 目前許多的學員從事服務業居多 所以設立實體門市希望能夠提早適應 而所加工銷售的白米更是草屯鎮農會贊助 提供實質的幫助 目前我們的合作的方式就是我們農會 就是捐贈給我們這個關心園我們白米 那他們利用這個大包的白米 他們把它真空包裝成小包的這樣商品來做一個販售 那我們農會那邊也是有成立一個小小的專櫃協助他們販售 然後販售所得都是讓回歸給我們這個基金會 然後讓他們支付這些學員薪水 讓他可以真的為家庭帶來一點收入 身心障礙的朋友常因身體或心理條件限制 在求職就業方面和一般人相比遇到更多的困難 失業率也高得許多 依照學員的個性和能力安排適合的工作 能夠接觸人群培養獨立生活和工作能力外 關心園愛心庇護工廠也希望建立和外界互動的平台 曹仁鎮的關心園庇護工廠從早期就帶著這些身心障礙的學員來培養他們來做一些農作 一直到現在經過多年的努力到現在來設立了第一家屬於自己的店面實體門市 也希望這名朋友以及所有的現名朋友可以來多多的支持他們 來去用我們的行動力來支持他們所種植的這些無毒的稻米水果以及蔬菜 把握每一次的工作機會創造自我成長的能量 關心園期望社會大眾多給這些有心想學習的學員一些支持 早日能夠有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 記者洪一輪草吞正採訪報導